新北市政府大礼堂 光一个早上就涌入数百位民众想找工作 农历年节前后 餐饮观光和零售业几乎都人力吃紧 包括金华酒店、星巴克、路易莎 搜狗百货、家乐福大润发等50家厂商 共释出近3000个职缺向各界招手 餐饮最多 是不错的 还不叫好走 虽然国内景气亮出低迷的蓝灯 但人力市场供不应求 让基层劳工的就业机会和薪资相对有利 美国的情况同样如此 今年全球的经济很可能步入衰退 影响广大基层劳工 不过华尔街日报分析 在这波下滑当中 被裁员的多半是高薪金铜或白领阶级 加上他们的股票资产大幅缩水 因此形成了所谓的负衰退 服务需求强劲 带动低薪产业就业畅旺 但高所得的美国科技业员工 反而得面对裁员海啸 统计数据显示 2022年已有超过1000家科技公司裁员 包括Amazon 脸书母公司Meta Intel 微软 Twitter在内 累计15.4万名员工打包走人 另外华尔街也吹裁员风 高盛瑞幸摩根士丹利就合计大砍8000人 专门替科技厂和投资银行列财 资历超过20年的专家发现 无论美国或台湾 不少高薪白领的确难逃财源冲击 因为美元的升值 所以发不了债 那这些投资银行也赚不了钱了 没有IPO的机会了 那MMA减少 资金筹不到 所以这些人就变成荣源了 那当然公司先裁掉 等到明年第二季过了以后再看 是不是要再recruit一些 比较young generation的great talent再进来 电子产业了 在COVID时代的时候 这个都是缺人了 所以他们这些公司就 一直在挤着就请很多人进来 那他们就突然中发现 经济还不会像之前那么好 所以就开始把他们lay off起来 不过这些人还是很多公司需要 他们这样子一个人才 所以还没有真正的面对到 比较有影响力的lay off的一个状况 经济衰退 不只有蓝领受害 从联准会数据来看 截至去年第三季 美国家庭收入最差的20%族群 收入比2019年多了42% 也比2021年增加17% 反观所得前25%的家庭 收入反而比2021年少了7.1% 华尔街日报分析 这得归咎于股市财富缩水 二来蓝领阶层 普遍能拿到政府纾困 就业机会也较多 因此白领和蓝领的处境 呈现两样情 Linking的话 最近下载了5800万次 那所有这些华尔街的金铜 可能就开始要找工作了 所以有增加了22%的这个member 他说我open to market open to job 所以对我们而言 我们觉得说 可以捡到很多 这个华尔街的金铜的 好优秀的人才 我们可以帮他转职 所谓的soft lending 是可能没有衰退 没有负成长的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应该还是会有一段时间的负成长 可能不会很深了 不过还是会有负成长 本身来讲不是一个很让我们担心的一个问题 不过如果这个趋势再扩大的话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有台湾先生之称的前外资分析师 谷月涵预测 今年美国经济铁定衰退 就怕这波白领裁员潮 向外扩散波及底层劳工 对全球景气复苏而言 恐怕将不是好消息 TV北新闻 杨清婆代元丽台北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